哈喽呀大家好我是楚儿 拖单由我不再困难 喜欢的女生明明对自己有好感 自己能做的都做了 但是就是确定不了关系 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啊接着一个案例 我来告诉大家 遇到这样的机会该怎么把握 记得点赞收藏 因为接下来全是干货 这个兄弟呢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女生 一见钟情了 咬了她的微信 两个人认识之后呢 兄弟迫不及待的和女生开始聊天 聊了大概一个月 两个人的关系却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处于一种暧昧的状态 兄弟呢也用过其他的方式 鲜花香料奶茶衣服样样不辣 女生喜欢追星 于是呢这个兄弟啊 他花了六千块钱 从黄牛那儿买了一张门票 这个兄弟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女生真的开始主动和他聊天了 哎可是问题在于啊 想要再进一步 兄弟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因为已经做到极致了 于是呢兄弟找到我 想让我帮帮他 在兄弟找到我不久之后呢 女生主动给兄弟发了消息 失眠了睡不着 看到女生说自己失眠了 很多兄弟可能觉得 哎机会来了 赶紧问女生怎么了 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关心一下 关心没错 但是啊太普通了 你和其他追求这个女生的人 或者是曾经追求过他 那些人是没有任何区别 你在他的心里 就是只会是一个 关心人的普通的好人 根本就不会对提升 你们之间的好感 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呢我们的回复啊 就必须和他们区分开来 这样呢才能让女生看到 我们和其他男生是不一样的 所以啊我们要当的是 女生的男朋友 而不是舔狗 然后这个兄弟回到 这不是好事儿 你看女生好奇了为啥呀 兄弟们这个时候我们该干嘛 我们想和女生关系进一步 一定要在聊天当中植入 暧昧的元素 所以呢我让兄弟回 失眠是你出现在了别人的梦里 有人想你了 一句话藏一把漏一把 没有说是谁想你了 但是啊在和女生聊天的过程当中 只有这个兄弟 那么暧昧的情绪 马上就出现了 女生回啦哈哈是不是你想我 那很多兄弟看到这里啊 觉得这简直就是送分帖 不对的 这里是女生的一个测试 女生这个问题呢 对于直男兄弟 反而是比较难回答 你如果说是吧 那相当于是暴露了底牌啊 一下子就坐实了追求者这个位置了 很多时候呢 就是这些小问题 让兄弟们在一段关系当中 越来越失衡 让兄弟们在一段关系的地位啊 越来越卑微 接下来主动权呢 就掌握在了女生的手里 想不想和你在一起啊 就是他一句话的事了 如果说不是呢 相当于一下子 就把女生给推开了 那刚才的暧昧情绪可就冷掉了 有的兄弟可能会说了 啊那是也不是 不是也不是 那你倒是告诉我 我该怎么回呀 其实很简单啊 我们不要直接去回答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我让兄弟回到 我不比他们厉害 在这陪你聊天啊 别人呢只能在脑海当中想想 但是我是身体力行的 在和你聊天呢 好像是无形之中啊 两个人的关系就生了一几 女生甚至都没有反驳 主动权依然在我们的手里 女生说了 哈哈那你为什么还不睡 女生这么回啊 那就代表刚才的测试通过了 还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话题 我们回正准备睡 就看到你的消息 这下呀做梦有素材了 刚才呢我们跟女生拉近关系 女生并没有抵触 而且情绪还很好 所以呢这里我们就继续聊 能拉一点是一点 拉近不了呢 我们再退回来就可以了 如果还是不抵触 那么暧昧的情绪直接到顶 女生的回复是 那你现在还不困吗 这里女生其实啊 已经有点招架不住了 她直接无视了我们刚才的话 就是最好的证明 说明她的心里呢 是可以接受男生这么撩踏的 既然如此呢 我们就回 和你多聊一会儿天 你也可以收集点做梦素材 哈哈 运气好 说不定也能梦到我 暧昧的气氛既然已经到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呀 就是让女生主动承认 对兄弟的好感 女生回了 哼 那万一梦不到呢 兄弟们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出于女生天生的矜持 她不想承认 她还在尽力的回避 但是其实大家已经看出来了 这种啊藏不住的 想藏是吧 我们直接把问题说出来 我让兄弟说 听说思念一个人到极致的时候 大脑才会带你去见她一面 所以你今天晚上会思念我吗 女生回了 哈哈 我才不会 女生的嘴上还是在抗拒 但是啊 我可以保证 在她的心里 暧昧的情愫 和对男生的好感 都在成倍的增长 那现在的好感度这么高 兄弟们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要做的 不是保持这个状态 而是把这个好感度 在今晚直接化成浪漫和喜欢 我让兄弟说 不过就算梦不到也没事 女生回了一个疑惑的表情包 她看不懂我们在想什么 我让兄弟回 一起失眠 也算是人类最浪漫的极端 失眠的原因不言而喻了 在这么好的氛围之下呀 兄弟表示 我们会想念彼此到睡不着觉 这样的情况 没有一个女生能够扛得住啊 女生回了 我投降 你今晚也太会聊了 我要兄弟继续保持 这种高强度的爱美聊天 只不过是一个晚上 女生就已经喜欢上了兄弟 两个人呢 没过一个星期就直接官宣了 这个是我几个月之前 指导的一个案例 他们现在啊 住在一起三个月 过得很幸福 案例到这里呢 也就结束了 很多时候啊 其实追女生就这么简单 可能就是一次聊天 几个小时 你们之间的感情 就已经到位了 什么追几个月 追了几年都没有追到 那都是因为方法不对 方法用对了 哪怕是再平常的一件事情 一句晚安 一句失眠 就能够开启话题 制造浪漫 最后呢 追到喜欢的她 而这种聊天思维啊 只要你能够掌握 很难追不到女生哦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挽回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zxx53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添加不上 请看我最新期视频的结尾 请和我的最新联系方式哦